Coco's VI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当时这个这个舆论的反应对你有没有造成一些心理上的负担 我想应该不会 那么我以往没有到过大陆 并不是说我偷懒是怎么样 因为我是因为组屋上的关系 组屋上的限制当时根本不方便去大陆 所以我就没有去大陆 那么现在因为组屋上的关系 我当然经常到大陆 所以我这个上任不到 上任现在三个月了 那我已经跑大陆三趟了 去三趟去了多少地方 那我已经参访了六个省市 十二个省市 那么这个六个省市 你看包括北京 上海 这个都最重要的地方 当然我也到湖北 到江苏 那么有到广东 福建 那么当中十二个城市 那么这个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北京上海 刚才讲过的 昆山 这是我们台商最多的地方 那么东莞 广州 深圳 那么 张州 我们厦门 泉州 那么还到过我们古城 襄阳 武当山 很多都到过了 所以你 就说您是第一 就是这三个月当中密集的到了大陆 而且是第一次亲身到了中国大陆 那个到大陆的时候 因为大陆现在的发展太强大了 它的都市的这个繁荣进步 超乎我们各界的想象 您这个 感受如何 我想大陆非常大 那么我虽然跑三趟 那么参访了十二个省市 六个省市 十二个城市 那么我感觉 那么大陆那边 跟我们有很多可以相互观摩 优势互补 那么分工合作相互提升的地方 那譬如说 我看到他们 整个 那到了上海 那就完全是西化了 非常繁华 但是 就很像西方 那么我也看到他们 这个整个古迹文物的保存 非常重视 我到过 那么这个 故宫 子敬城 武当山 这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那么 里边 他们 虽然是 那都是从明朝 一直到现在 但是也都保存的非常好 所以这个 这种震撼 对你来讲 对您的人生经验来讲 也是一个新的经验吧 这个我已经讲过几遍了 百文铺之一件 OK 好 这个大安大陆 这个海基会董事长 他是陆委会授权的一个单位 可是他的弹性空间非常大 大家都说这是一个白手套 好 我们这个 其实海基会的工作很重要 很重要 那 跟大陆之间的互相的 我们的这个沟通 或者说理解 也人民之间很多的事情 透过海基会 要请教您的 就先看一下这个 今天我们 今天台湾的报纸 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 这跟您过去服务的 国民大会关 就是我们有一个 反媒体垄断法 这个是 这个 台湾的 你看我们从以前 要求媒体的自由 到现在反媒体垄断 那现在大陆 正在进入媒体自由的阶段 那南方周末 我刚刚跟麦若宇讨论过 南方周末报 他的限辞被换了 那 现在我们看起来初步 广东省委书记 大概做了一个协调 这个事情 我们陆委会有发言 那海基会 有透过什么方式 表达你们的立场 我想海基会 是在政府缩减之下 来推动两岸 协商 交流 跟服务 所以海基会立场 当然跟陆委会 完全一致 你们有发函给海协会吗 完全一致 他现在这个情形是这样 那么我们 这方媒体部分 当然 是用复议的 一定要复议陆方 那么我们一定要尊重 新闻自由 这是一个普世价值 那么媒体言论自由 应该受到保障 我想这个不仅仅是 我们台湾 是中华民国 我们提出这样一个服务 事实上世界各国 也都提出这个服务 我想陆方一定会感受到 大家给他们的 那么这个非常善意的建议 我想他们一定会重视 有直接写信给海协会吗 这部分我们没有特别写信 为什么 但是因为他这部分 不是我们特别要交流 协商的部分 那这部分只是要呼吁他 重视媒体的 那么这个自由 这是一个普世价值 那么我刚才提到了 他世界各国的体制服务 那么这个信息 我想他们已经充温理解了 那充温理解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重视到 这样一个状况 那我想台湾 我们的媒体演变的过程 应该是给大陆 可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借鉴 不过海协会跟海集会之间 有非常多的互动 这是我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台湾很多的媒体 这个的网站 在大陆是被封锁的 那我们也透过很多的管道 希望这个海集会 跟大陆方面能够好好的沟通 至少上网站 这个台湾的这种 什么联合新闻 中时新闻网 什么自由时报新闻网 什么很多的都在大陆都看不到 您到大陆应该也发现这个状况 这种东西可以 透过一种协商 然后促使他们在这个部分 给我们相对程度的自由吗 我想现在两岸媒体的交流 非常频繁密切 而且都相互注点 相互注点 那我在大陆参访的时候 我也特别提到说 我们要关怀的不仅仅是台商 事实上有很多两岸焦虑的过程当中 我们除了这个厂商之外 当然我们那边有台商 台湾这边有路商 那么事实上我们很多学生 我们有台商 他有路商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有很多台湾人民在大陆 跟他们的青年或者姑娘 那么抱出爱情的火花 也结尾连礼 当中所以我们这边有很多路配 那边他们是我们很多台偶 那么当然我们有很多台美在那个地方 他有路美在这个地方 那么当然还有啦 我们很多台湾观光客 他有很多大陆观光客 我们一年七百万到大陆 大陆一年两百多万的台湾 所以这个彼此相互关怀的 当然媒体这部分 资讯的透明化很重要吗 我们将来可不可以从这个部分 至少网站的封锁上面 把这方面的交流 我讲这方面的交流 我们现在是也是非常密切 那未来 我刚才一开始就特别提到 我们两岸有很多可以相互观摩的地方 尤其是台湾 我们很多软实力 那么应该都会让大陆来 那么这个相互观摩 那我们是让媒体 如演变到今天充分自由 也是经过一个过程 他南方周末他承诺说 他这个编辑人员游行的不秋后算账 然后总编辑 现在初步说是辞职 而且他想把这个签制这个事先审查 现在是传出来消息 事先审查的宣传部长可能将来要调离 如果是这个发展的话 对中国大陆的媒体的言论 自由的这种开启 丝毫的消息吧 我想每一个社会 他这个整个媒体 那么不断迈向这个自由化的 这个整个国际潮流 这是一个那么渐进的过程 那我相信这次这个事件 那么已经过节意见都反映给大陆 那我想刚才特别提到 国国民间 他第一他不能秋后算账 第二他不能事前审查 我想他们已经听到国防全部的声音 他们一定会做有智慧的处理 我没有为难你 我意思是说 我们是不是要常常跟大陆讲 我们的媒体的 台湾媒体言论自由 台湾的媒体的多元化 其实是我们很大的强项 为什么我们这个多年来 我们的这个大陆政策里面 或者说跟大陆政策有关官员 就不会常常向他们来 这个强调我们的这个优势呢 我想这部分的优势 我们不仅仅做我们的优势 我们很多优势都传达到对方 他们也都理解了 所以我刚才特别提到 我们文化的软实力 这是我们非常大的强项 那么尤其是我们自由民族 法治人权 这样一个这个普世价值 我们在台湾 那么这样一个所营造的一个 成果 那我想这方面一定是 那么两岸可以相互观摩 好 这个那我们马上回来 大家有智慧的智慧 当然海金会董事长 其实是一个蛮辛苦的工作 对良心讲 这个要到各地去看台商 而台商目前呢 在大陆是正在转型当中 倒闭的也很多 你一定也听到了 那我们怎么帮助台商 那ECFA的后续协商呢 这个要怎么样处理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的 他们的这个 换届领导人的改变 对两岸关系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都在在考验 在海金会啊 非常谢谢这个 林松森董事长 今天在我们协调 我们近段广告 不好意思 马上回来 谢谢 您所收听的是Coco早餐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一口 两岸关系的